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今天是带来这个混沌的过来 现在一个英雄对战的一个 这个精彩点评啊娱乐点评 而这一期的话 这个我这个朋友是用了三个晋升的英雄啊 尤金尼亚亚当斯和多亿啊 我们去看一下 配备两把武器一把是雷霆步枪 因为另外一把是暗影暗暗火焰炮 依旧是我们这个土豪武器雷霆步枪啊 让我们给大家去看一下啊 然后的话这一把碰到对面的话 一个是格兰尼 对面也是一个亚当斯一个赛迪啊 赛迪这个英雄我还没做过测评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打的是如何 打的应该是比较的激烈的啊 我们去看一下 呃三个的话 我们这边三个S级英雄 对面三个也是S级英雄 因为他这个这样碰到的英雄 基本上也是对面是S级嘛 啊对吧 因为他这个等级比较高一点啊 我们去看一下 对面第一个的事是格兰尼队尤金尼亚 尤金尼亚这个女英雄的话 主要是暴行态那一下 扑的那一下伤害非常的高 相对来说格兰尼这个英雄 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灵活 所以说刚开始还是老样子 我们先打小野怪 然后扑一下再扑一下 好对面直接雪掉了 大概是三分之一啊 然后这一步我们去点经验 然后格兰尼被这个龙战激光碰到了 但是不要在这些细节 我们这个关键是扑一下 再扑一下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去扑到对面 只要我们这个尤金尼亚 这个英雄主要输出点 就是这个暴行态 去扑进了一下 扑一下 再扑一下直接带走 非常漂亮啊 这个是因为是他的主要一个输出点 其他人形态那几个攻击的话 要在敌人被控制的时候就好 然后最后 然后第二个对面是个亚当斯 亚当斯的两个技能 一个是领袖突击 领袖盾 还有一个旋转光刃 然后这一波打亚当斯 我个人觉得的话 应该是暴行态突击一下 喷一下 然后我们再逃走 切换成人形态 远距离去消耗他 因为亚当斯怕别近身 这一波的话 他这边扑了一下 应该是对选择逃走 然后的话再用近身武器消耗一大 做法是对的啊 说错了 远距离武器消耗他 但是对面亚当斯啊 也不是吃素的 毕竟因为这个魂多罗 这个游戏并没有绝对的近身英雄 因为他的主武器的武器的话 都可以远距离攻击 对吗 然后接下来的话 是亚当斯对亚当斯了 那么这一波 我们的亚当斯血量 比对面多一倍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不要怂 不能送 直接跟他跟他对路 这一波我没有看懂啊 其实这一波的话 完全可以用旋转观察 跟他对路的 因为对面血量 我们比他多一倍 然后关键是一个领袖 突击和领袖盾 打中他之后 旋转观察 是可以减低对面的伤害的 切中对面 然后我们直接跟他进路 不要怕 就直接进路 对面 我们吃了对面一个领袖盾 但不要 不要在这些细节 继续啊 然后这一波别 直接直接可以带走 给他来领袖盾 没击中 击中了 差不多啊 差不多 其实好像应该是武器打什么 最后对面一个是个赛迪 赛迪这个英雄的话 可以召唤出橙色武器 而且他第二个技能 是有位技能的 这一波在打的时候 其实对面赛迪打的挺失误的 因为我们血量只有一半 赛迪的话 其实好 这一波的话 我们尽可能一定要进身 做法是没有错 这一波为什么 他要走上面看不到 然后这一波吃了之后 对面赛迪是召唤出 直接召唤出橙色武器 但是我们这边超级武器已经好了 有个爆炸小机器 这边有个细节 这个赛迪是直接 吃中了我们这个爆炸机器 直接从半血变成了残血 对面这一波操作 是非常的失误 这一波其实对面赛迪玩得好的话 我们亚当斯是应该是打 打不赢他的 因为赛迪的话 毕竟属于一个偏远距离 而且走会比较灵活 但是这一波的话 我们这个亚当斯 还是一直在寻找机会 领袖盾 亚当斯是自身能给自由护盾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血量还是对面多一点 关键是这个领袖突击 是一个爆发点 领袖突击的话 其实说白了 是一顿位移技能 然后这一波 切一下 再切一下 再切一下 对面对面怎么这么怂呀 我们就已经好直接带走 这一波对面赛迪是怂了 真的怂 否则的话 我们应该是结果一个3比2 现在结果的话是一个3比1 那这一期的话 给大家做到这边了 喜欢陈老师视频 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